AudioJungle 台湾天下杂志 日前公布2018年民调显示 蔡英文的满意度仅剩24% 创出新敌 尽管早前蔡当局通过了促转条例和公投法 这两个对民进党来说极其重要的法案 但从当前的环境变化来看 这种胜利已经无法掩盖潜在危机的出现 而且这种危机不仅将是民进党建党以来面临的最大危机 也决定了蔡英文执政的命运 这个危机就是民进党审主牌的危机 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他的两张审主牌非和家园牌和台独牌 已经越来越无法经得起现实的检验 甚至正在成为蔡英文施政的最大障碍 审主牌曾经是民进党由若变强 战胜国民党的一把利器 也是当时国际和两岸关系背景下的一个产物 不过这样的环境在40年里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随着冷战结束以及大陆的快速崛起 影响两岸关系的国际势力快速消退 美国也和中国大陆建立了越来越紧密的关系 在这个转变下曾经支撑台独发展的外部环境 已然大不如前 而在国际间持续推动台独所付出的代价却越来越大 同时两岸实力消长的战略性转变 让台湾百姓开始重新认知大陆 并思考和大陆之间的关系 相较之下 到内政争持续 发展停止不前 也让台湾百姓开始省思台湾自身面临的困境 近年来民进党的小动作不断 执政后更是不遗余力贴合美日追杀统派 可是反而让质疑放弃台独 转而支持中立和统一的人有所增长 这或许反映出台湾社会在日益理性地看待大陆同时 也开始用冷静的角度去理解台独 尽管在台湾有所谓天然独一说来形容年轻人 但是当越来越多年轻人 对大陆有了深入的了解 同时随着自我认知的成熟的时候 这些年轻人都会对台独产生越来越客观的看法 而不再是亢奋和一味的支持 台湾民调显示 曾经最挺菜的20-29岁年轻族群 如今不买菜表现者高达63.3% 台湾言论以此形容 民进党在年轻人中支持度已经崩盘 这反映出台湾年轻人不仅对民进党的两次执政感到失望 对民进党的主张也开始怀疑何疏底 现在只有中国好声音 不再有康熙来了 现在没有梅 花三弄 昨夜星辰 地铁里却能听到有人谈真还转 硬实力不行 软实力依然不如别人 时代不同了 你不信中国 却自甘驼鸟 下架的其实是台湾曾经有的那份自信